荣耀发财快吧 大仙什么都知道 奔兰 明朝 主动下午十世纪加强 谈和阿古朵赢者赢来改动 就在昨天啊 王老师对体验服进行了一波调整 快来一起看看吧 首先啊是英雄调整方面 阿古朵削弱 阿古朵在合体形态时 射程由725加强到了800马 分离形态射程也由825下调到了800马 800马是上赛季待射 没有加强之前的射程 也就是说啊 他以后分离形态时 手要比一些射手要短 需要更加注意自己的输出位置 另外阿古朵一技能基础伤害降低 前期少了20点 后期啊少了40点 会小幅影响阿古朵推塔和刷野效率 二技能和三技能护盾的基础值 以及等级成长加成全部降低 但都新增了额外生命值加成 前中期整体啊 少了差不多五六百多盾 六神时变化不大 第二位 银正加强 银正一技能啊 冷却新加了等级成长 满级时啊少了1.2秒冷却 那大招啊伤害前期削弱 后期加强 这波调整啊主要加强了 营正后期的输出能力 小幅降低了没有装备支撑前 大招打消耗的伤害 整体来说啊四波加强 第三位 银额加强 优惑了被动归越的手感和飞行速度 对比起来啊 以后飞回线上的速度会更快 并且啊前摇更短 二技能新加汇聚 悬涡附近啊非英雄单位机制 类似经常的二技能 增加了银额的倾线能力 作为代价 王老师啊将他大招冷却上调了一秒 整体来说影响不大 势不加强 下面来看装备调整方面 首先是辅助装的通用效果调整 以后啊四分钟不减掉落的金币时 金币会自动传送到附近的防御塔 更方便我们获取 那增加经济效果啊 是直接改为了给队伍中经济最低的英雄加钱 接着啊是主动效果 奔狼平调 奔狼主动加速效果 由三秒加速到了峰值 改到了两秒内加速到峰值 以后奔狼提速效果会更快 但加速的效果前期增加25% 后期降低了110% 并且持续时间从5秒下调到了4秒 后期啊提升不再像之前那么多 同时新加了在加速过程中 若是受到攻击还会保留20%的加速效果的机制 给我感觉算是一波小靴 但可以给马超当一波小急跑来用 下面是行招平调 行招伤害降低 新增了会在范围内残留两秒的效果 期间会对进入的敌人 持续造成减速和探照视野 持续两秒探照视野和减速 王老师在吗 要不咱们看看阿柯吧 他们都吃得太好了 同时啊 以后在释放行招时 可以配合其他技能一起释放 不再禁用技能 整体来说啊 提升功能性是不加强 另外啊 王老师还在局内新增了 阵亡时会自动查看队友视角功能 更方便了解队友的操作情况 也更方便我们以后五排 你能第一时间制掉 到底谁是内鬼了 以上就是本次减幅调整的内容 对这波更新有什么看法呢 哇 预备 预备 0 0